这明明就已经刷得很干净了 可是还是可以清 这样拿在手里也可以 就放在包里它也完全不会占 时间长了我个人是会觉得 斜方机看起来会越来越明显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四 因为今天我觉得外面天气还不错 所以我想拍一支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 比较偏生活化一点 想跟你们分享六件 我买了之后不后悔的 生活好物 每一件都是我精心选择 我觉得是对我日常生活 帮助很大的一些小物 好那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 第一个要跟你们推荐的是一个蜡烛 蜡烛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而且如果选到了喜欢的香味 这些蜡烛也是会让你的 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治愈一点 这是祖马龙他们家的慈善款 我买的这个香味是牡丹和苔藓 它这个慈善款的蜡烛 我觉得也是比它普通款的蜡烛 看起来更好看 质感更好的 它上面的印花呢 就是直接印在玻璃上面的 这款蜡烛应该算是我入喷香氛蜡烛 买的第一款 差不多是两年多以前 第一次用 期间陆陆续续的烧掉了两支 现在我手上拿着这支 容量还是蛮多的 这个就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闻到它 你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它真的扩香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好 你不用点太久 它整个房间都会弥漫着这种花香味 它这个蜡烛每次烧完 它的表面都会很平 不会像Deep Tick的蜡烛那么难烧 然后我还很喜欢的一点是 它有盖子 熄灭它的时候 直接把盖子盖上 它就熄灭了 不需要你再麻烦 去拿其他的工具熄灭它 也不会产生黑烟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瓶子这么好看 烧完了之后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 放刷具之类的都可以 那下面要介绍的两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小东西 也是跟蜡烛有关的 就是这个打火机和竹心结 这个打火机呢 其实就好像很常见 很普通吧 可是我真的觉得 它这个形状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平常点蜡烛 如果用普通的打火机 或者是用火柴去点 就很不方便 如果你的蜡烛就烧了 只剩下一个底 去点很容易烧到手 可是这种长柄的打火机 如果蜡烛的容量剩了很少 它也可以伸进去点到蜡烛 对于平常点蜡烛的小伙伴来说 这个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生活好物 下面一个也是这种爱蜡烛人士必备的竹心剪 这个蜡烛烧了时间久了 它的那个竹心就会有一坨黑色的 然后可能会很长 这个竹心剪的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你每次剪完了之后 它的脏东西就会 盛在这个小圆圈里 然后你再把它倒掉就可以了 一般你在买蜡烛工具的时候 还会有灭蜡烛的 像是小铃铛的那个东西 和去剥竹心的东西 但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竹心剪平常的 实用性是更大的 下面要给你们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是来自洁碧的冲牙器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就是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冲牙器品牌 最开始知道这个品牌呢 也是因为身边有朋友在用 我以前有介绍过家庭版的 那个就比较适合跟家人一起用 所以我就把那个放在老家 给我父母用了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呢 是他们家便携版的 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也有带回去 因为它就是体积比较小 不是很占地方 而且这款它跟家庭版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无线充电的模式 不需要插电使用 充电的方式也是比较方便的磁吸室 它这边有高中低三个档位 平常的话就用低档就足够了 搭配了四个这种喷头 两个这种一般清洁的喷头 一个这种牙菌般喷头 可以用来清洁种植牙和考瓷牙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种正极喷头 用来清洁那种传统牙套的脱槽 我一般就用这个普通的喷头 它很轻易的就可以清理出你牙齿缝隙 还有口腔死角里的一些食物残渣 我每次都是在刷完牙之后用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看到牙缝里 清理出来的东西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牙齿明明就已经刷得很干净了 可是还是可以清理出来一些脏东西 我的牙齿其实算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我以前戴过牙套 所以我就是对这个牙齿保养的问题 还是蛮重视的 但我身边就有一些小伙伴 会经常因为牙齿的问题去看牙医 真的就是感觉又疼又受罪又费钱 所以大家平常真的是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牙齿 毕竟他们是要陪伴我们一生的 好 下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的电脑包 这个电脑包呢 就是很久之前在我的视频里 有稍微露过一次面 后来就时不时的有小伙伴私信我 问我电脑包的品牌 这个电脑包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简洁大方 完全没有多余累赘的设计 它里面呢是这种短短的绒毛材质 所以它可以保护你电脑的表面 完全不会让你的电脑划伤之类的 表面的材质也是有一点点有弹性 像是橡胶一样的感觉 所以也可以就是保护你的电脑 它这个开口的地方你可以折过来 然后就可以把电脑装进去 盖起来之后呢 这里有那种吸铁石 这个电脑包本身也是很轻的 你平常这样拿在手里也可以 就放在包里它也完全不会占地方 而且对于电脑的保护作用也很好 下面一个呢就是这个数据线 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些这种数码产品也不是很懂啊 但我就觉得这个数据线呢还是挺好用的 首先它是粉色的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它这个线是这种感觉像尼龙绳编织的材质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结实 就以前用苹果的数据线的时候 它这个部位就经常会被折断 就很不结实 我换了这个数据线之后它虽然这里也是会经常被我折到 除了表面有一点点看起来像是被磨毛了一样 完全没有要断的那种趋势 还是非常非常结实的那种 它也很耐咬 我们家就是有狗嘛 你知道就小狗真的都很喜欢咬这种数据线之类的 我的那个电脑充电线就已经被它咬到里面的那些线都漏了出来 可是我这个手机充电线就没有被咬坏 还是非常非常坚强的一直存在着 而且它这个线跟苹果的数据线比起来是稍微长一点点的 不用的时候要把它装在包里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把它折叠起来 它这上面就带有一个这种收纳的小皮带 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个数据线我真的很喜欢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粉色过于粉嫩嫩的话 它还有其他的什么黑白浑色 我觉得也很好看的对应 最后一个产品是这个 有人能猜到这是什么吗 我来给你们打开 这个是电脑支架 别看它就是看起来平平无期 可是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就这样子把电脑卡在这儿 大多数人都会带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去办公 那笔记本电脑因为它带着键盘 而且它要是直接放在桌子上的 所以它的那个高度真的就很不够 时间长了我个人是会觉得 斜方机的这个地方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酸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因为一直这样低头工作 你的紧纹也会越来越明显 那你有了这个电脑支架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的电脑抬升一下高度 可能最开始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习惯 但是长期来说的话 这个应该是比较利于我们的身体体态健康的 好了那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东西就全部说完了 真的就是完全跟美妆无关 全是一些可能平常完全不会被注意到的 一些小东西 希望今天我介绍到的这些东西 对你们的日常生活会有